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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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到我会这么介绍你吧 谁知道你刚才要这样的cue我呢 在休息的时候你这么cue我的 私底下在聊的跟安德又不一样 好啦 其实那北欧风这个东西 已经存在了有几年 在台湾其实流行了一阵子了 比如这么说对不对 但是不想听众朋友 你真的懂北欧风是什么吗 你是否觉得你自己呢 在家里已经布置成北欧风 或者你家里有一些物件 有些产品 有些家具是属于北欧风的呢 到底是还是不是 今天呢让我们把它一次 把它搞清楚 OK 北欧风到底是什么 OK 那所以北欧风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北欧风它其实是一个 最近大家常搜寻的关键字 我们只要找那个搜寻室内设计 大家都会说 好多北欧风的案例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其实风格这个东西 其实很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是很抽象的 那大家一般来讲 都会透过图片 然后来去搜寻自己 自己之后家里想要布置的风格 那尤其是像之前 之前的 我觉得我觉得啦 北欧风开始一开始 他们一开始是一些blogger 他们会做一系列的居家风格的照片 那后来在借由社群媒体 像IG啦 Instagram blogger啊 对对对对对 其实他照片是很会说话的 对 所以其实北欧 北欧风我觉得是一种生活的延伸 生活的态度 生活的态度 对不对 对 它不见得是属于说 你一定要 一定要窗明激进 或者是 或者是说什么 暗房明听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种自私的规定 我觉得 我觉得它其实是 暗房明听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用这个来形容 这个北欧风 但是还蛮贴切的 因为其实有很多也是 我看了很多图啊 去了解北欧风的时候呢 发现他们真的是客厅方面 是比较明亮一点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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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是阳光永远是非常充足的一个空间 那墙壁呢 通常是比较 比较白色比较多 但是呢 也有挑选一个比较鲜艳的一个颜色 因为他们真的太喜欢阳光了 因为他们冬天死在未免太长了 对 他们有时候冬天根本没有白天的 对不对 他们对太阳的挚爱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到了 就是无一想象的地步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刚才说的是重点 然后房间呢 倒是有时候他们会挑比较暗的颜色 对对 包括墙壁的颜色 有时候他们会挑比较暗的颜色 所以你要说 你要说 我们现在开始在设计一个居家空间的时候 其实我不会去设定说 它一定要 它一定要有那些制式的印象 我觉得像我也看过一些很很很斑驳的 很不那么干净的 很不那么简约的风格 但我的直觉 它就是北欧风 也是北欧风这一种 对 其实北欧风 其实说实在的 我相信如果你去北欧的话 发现你来家里的都是北欧风 但是呢 他们每个家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有些房子就是旧 所以它可能就是斑驳 对不对 有些房子就可能是新 所以它就比较油漆 各方面都是比较新的 但是有一点可能还是比较 大家印象的北欧风 可能是比较极简一点 对 线条是简单的 干净的 对不对 干净的 它没有像那个法国那种 比较富丽堂皇那种感觉 对对 对不对 尤其是他们比较喜欢把有机的线条 有机的线条 自然的线条 自然的线条 自然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更在意的是 绿色的生活 绿色的生活 环保的生活 对不对 尤其是户外生活 刚刚我们提到的 他们家会要有一个大阳台 阳台一定要的 然后要晒到太阳 对对 在那一边 虽然一年可能没有几天 可以真的晒到太阳 但是他们也要那个阳台 要可以晒到太阳 没错 还有呢 就是他们功能性其实是强的 他们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 我们台湾 我们这边 这边的设计 很注重的是功能性 但是 但是 就我的经验 他们希望是 有功能性 但是又兼具美感 对 但是美感这种东西 其实是从 从整个社会整体 和或者是整个教育开始训练的 对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我们今天需要某个 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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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个物件 那 OK 这个功能性很好 我可能就买了 那我也不管他跟我们家里搭不搭 搭不搭 搭不搭 我不管美感 但是 但是 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 从小 整个社会 整体形塑出来的文化 对 养成一种习惯 那北欧的人呢 就会注重说 我买这个东西 到底 我需不需要它 我需不需要它 它有没有用 它有没有用 然后 它 适不适合我家的风格 没错 适不适合我 对 所以这个概念 这个观念 其实是 真的是一个 是教育出来的 或者是根深蒂固文化的一部分 对 这个是 这个是比较深沉一点点 我个人会这么觉得 那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北欧风 其实也喜欢用一些 非常原木色的东西 或者木质的东西 不见得是原木色 原木色可能是 我们看到比较新 新潮派的 这种新潮流的北欧风 但是比较 比较传统一点 北欧风 其实也不见得完全是原木色 对 比较深色的 木头也可能 但是木质的东西还蛮多的 是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第一个 他们在家的时间需要很长 因为其实他们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 但是不能说 他们不会说 就是工作的时间到几点 就是几点 但是他们工作是非常有效率的在工作 因为他们知道如此 他们才可以享受之后的生活 他们很讲究那个 享受之后的生活 对 所以你看他们 上班时刻 每个人就是 骑着脚踏车 脸上就写着 我要去上班 对 真的啊 他们冲的速度比机车还快 对 就是一排 一排人这样子 他们要准时去 其实目的就是希望 就是早早的 也不是为了早早的结束这个工作 而是希望把这个工作 圆满的结束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享受之后的 可以享受自己的生活 跟家里的生活 对 跟家里的生活 所以你刚才说 其实他们也花很多时间在家里 或者投资很多的钱 在放在家里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在家里时间是够长的 而且尤其是像 像我们今天台北这个天气 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很好的了 对哦 今天算冷的吧 对对 但是但是他们的那个风是刺的 他们那个风是刺的 对 所以所以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 我会觉得第一个 比如说像他们在家要营造的像我们一些 刚刚那个Michael讲的 圆木 圆木色 圆木的东西 他们会点蜡烛 然后来营造这些温暖的氛围 对 然后就是让家里有一个 之前有一个字很 很流行 HIG 那个字 其实这个HIG这个字呢 我刚才也特别上了几个不同的 有关北欧风 北欧家具 北欧设计的网站 他们都会说这个HIG 对对对对 是什么词 H Y G G E H Y G G E 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享受生活 享受生活 对他们来说多重要 连这个字呢 英文都翻不过来 所以我看英文网站 很难翻 他们就写HIG 对 这个字其实 其实我们真的要问北欧人 他们对HIG的感觉 所以真的是 这个是一种很情感上面的智慧 所以真的是在他们血液里面 对对对对对 那OK 北欧呢 英文是叫Scandinavia 所以如果你要查英文网站的话 你查Scandinavia 就有北欧 北欧风 或者Nordic Nordic 也可以 那到底北欧跟Nordic 跟Scandinavia 是包括哪几个国家呢 我来说说看 看我对不对 丹麦 对 瑞典 挪威 芬兰 这四个吗 还有冰岛 冰岛也算 冰岛也算 北欧五国嘛 对 冰岛也算 但是 因为 就设计力而言 我觉得 丹麦 丹麦的设计力 是所有五个国家里面 你说力 力量的力 力度的力 对 他们对 包括对品牌的经营 然后品牌的形象 对 然后还有设计 设计的能量 超爱的 都是其他 其他国家 当中里面最强的 丹麦 丹麦 对 可是 IKEA也是 来自北欧的其中一国家 也就是瑞典 对 那 等一下我们回来再慢慢聊 好 就是IKEA呢 算不算北欧风呢 嗯 等一下就知道了 Are you ready? 和我一起打开 娱乐 生活 流行 画夹子 一同开麦啦 这是一同开麦啦 我是Michael 蒋同庆 在我旁边呢 是我的好友Eddie Tsai 他呢 其实也是北欧风 北欧设计的达人 我一直要这么介绍 OK 那其实你很怕我再介绍一次 刚才你是这个民生社区的某一个艺人 是不是 OK我不会再说了 OK 我饶过你 我不会再说了 那刚才在广告之前呢 有说到就是IKEA IKEA到底 IKEA IKEA到底是北欧风吗? 因为它是来自北欧嘛 它是瑞典的一个品牌啊 它是瑞典的品牌 但是 你怎么能不说它是北欧风 对 应该 应该 它算是吧 Mini怎么说 我觉得IKEA是一个很 很经典的 很经典的一个 一个世代的转体 就是它开启了DIY的时代 DIY的大时代 它让我们自己 可以挑选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们自己组 我们自己组装 我们自己搭配 以前是 以前买家具就必须要 你拿什么来 而且很笨重的 对 然后就送到你家去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 这种自己的空间 自己做主的这种想法 就真的很北欧了 对 所以 以这个概念来说的话 其实是北欧的一个概念 对 就是 其实你什么东西 其实都是 都是可以自己去挑选的 你不见得是 像我们台湾的设计师 整组 有些人真的很坚持 整组帮我配好 我才要进去 但那就不是你的家了 对 其实要加些 你自己的一些风格进去 其实我觉得 IKEA它原本的想法 我觉得 它原本的想法 除了这个DIY之外 它其实也多点希望人家 从这个DIY当中 增加自己的一些特色进去 或者自己的一些需求进去 因为每个人家里的需求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就让你有一个很自由的 一个发挥的空间 你去买它的东西 你自己去组装 但不是只是说 大家都是按照同样的一个 当然 它有个说明书在那边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步骤去做 但是呢 里面还是可以添加自己一些色彩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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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去卖场看 它的卖场看 它一去一去的空间 它都有不同的布置 那都是我们灵感的来源 但是它不会跟人家长得一模一样 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觉得它开启了这个 这个北欧风的这个潮流 对 那它是很大的推手 让北欧风走向国际化 它是一个很大的推手 所以说 之后陆续所有的设计品牌 2000年后的设计品牌 其实大部分都跟上了这个潮流 对 因为它让IKEA这个概念 让大家自己觉得 OK 好我的家 我要加入自己的生活意念 在里面 对 没错 我想想看以前呢 比如说陪我爸爸妈妈去买家具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他们去那种卖场 就家具的那种店里面去看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就这样子 就请他们送到家里来了 一座的那样 对 就送到家里来 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一组 一组 就这样子 整个就这样子了 但是IKEA不是 你可以拼拼凑凑 你可以自己组装 你可以再加点自己元素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我的朋友 他们用IKEA的家具的时候 他们会 比如说他们一些抽屉的把手 他们会重新换一个 更适合他们家里的 其实这个就是欧洲人 也会这么去做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他们当然IKEA本身 他有一个小把手在那边 但是呢 其实你搞不好有一个更喜欢的把手 你希望装上不一样的把手 是OK的 甚至还有些公司 它是特地因应IKEA 它所设计 比如说柜体 然后它来设计一些 你还可以另外再替换的零件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把手 门片 对 把手是最明显的 门片 你都可以自己去替换 自己去挑选 不见得是从IKEA出来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更改 对 所以呢 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迷思 觉得IKEA就是那样子的一个风格 就是 去每个人家里呢 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然后看到 去一个人家就马上知道 这个是IKEA的嘛 对 这个也是IKEA的嘛 这个桌子也是IKEA的嘛 对不对 就很明显的 大家对 这个好像是有点 有点既定印象 既定印象 但是我觉得IKEA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 它让设计更亲近人 我觉得它让设计更亲近人 更亲近人 然后英文可能多一点是 users friendly 对 对 然后比如说价格啦 价格 或者是说 比如说它的整个整体的摆设 就是它让我们 让设计不那么不可及的感觉 就是好像 我自己也可以打造 我自己 我自己 心目中空间的那种 对 有那种参与感 有机会 做一个自己 属于自己 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 对 这个是IKEA 对 这个是IKEA 那比如说 北欧还有什么样子 其他的一些品牌 也能代表北欧风 北欧设计呢 其实从IKEA之后 其实2000年之后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大家 大家都开始做品牌了 尤其是丹麦 都开始 经营他们自己的品牌 但是通常他们都会说是 lifestyle 他们不会说他们是Nordic style 他们会说他们是lifestyle 只有我们不是北欧人才会一直强调北欧风 北欧设计 Nordic Scandinavia 其实他们呢 是多点是强调lifestyle 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生活态度 对对对 那但是他们每个品牌 他们每一个 譬如说我 我常常其实我自己 会把它当做一个光谱来看 但是 好好 IKEA在哪里 那这个东西 在哪里 这个东西 这个品牌在哪里 这个品牌在哪里 譬如说 像 像我们有一个 我相信很多大家都喜欢的 HEY这个品牌 HEY 最近几年HEY H A Y 这个品牌呢 是全世界最近呢 就很风靡这个品牌 对 它是来自哪里的 丹麦 丹麦 丹麦的国家 那 它其实 它其实走的就是很精准的 中间路线 很精准的中间路线 就是在我的光谱里面 当然 每个品牌有每个品牌自己的定位 他们 那我们消费者 对他们定位也不一样嘛 但是 HEY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 他的branding 刚刚好 切合了 切合了他所成就的效果 就是说 他的预设是这样 他达到的成果也是那样 对 就是他在很中间的位置 那 如果说我们要 丹麦的品牌 我们来分 他可能有 类奢华一点的 然后 极简的 那其实 这些 整个spectrum里面 都是算是我们的 北欧的 lifestyle 的一种 但是 每一个品牌 有每个品牌不同的 个性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 比如说 他要走在很中间 那 他跟很多 国际 国际性的 设计师合作 但是 我们会说 他是 北欧品牌 因为他所营造的整个 brand image 他是 迎合我们生活需求的 对 其实现在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 也可以算是生活方式 生活态度的一种 就是说 当我们为了布置我们自己家 我们挑我们的家具 其实真的不像以前 你真的是一组 对不对 一个set 你可以就买一件 一两件 来点缀一下家里 其实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对 当然通常就是像我们 我们不可能就是 把我们家变成 比如说 黑的showroom 也没有这个必要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真的需要 所有每一个家具 都是黑 不一定嘛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所有的东西 都是经过自己挑选 然后 适合自己的需求 我觉得 我觉得这才会有 他们所谓的life style 还有另外一个品牌 一直是我蛮喜欢的是 Norman Copenhagen 对不对 它呢都是一些 对我来说的话 它让我的印象最深刻 是一些小物件 小物件 比如说呢 有些小物件 你可能是放在餐桌上的 因为你怕 一个很烫的一个锅子 烫坏你的这个桌面 或者一个盘子 烫坏桌面 所以它会有一些 如果你要把它当做小雕塑也可以 对 你把它当做小玩具也可以 它有不同的颜色 但是呢 你转来转去 它可能 你放在桌上 它可是个雕塑 但是你要用它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弄平 弄成一个 就是放那个 热的这个锅子 或热的一个盘子 这个就是设计的力量啊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打动我 其实这种地方 是真正打动我的北欧风 因为除了它的实用性 功能之外 它是美观的 它是好玩的 它是有趣的 有趣的 比如说像我们很多 很多的 我们 我们 我们很多 最受欢迎的产品 其实是挂钩 挂钩类 就是 墙面 墙面 它其实 它其实可以使用 那 它也可以刮衣服 刮帽子 刮 刮雨伞 对 但是如果你不挂东西的时候 它本身 它就是一个 墙面的 藝術品 对 那我有一个挂钩 是一个石头的 所以不可能有任何人 跟我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石头 做出来的一个挂钩 对 我也曾经有过一个石头 它是一个 胡椒盐的一个容器 你知道吗 它有轮子 我觉得很妙 然后这个设计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为什么呢 因为在国外的餐桌上 PASS ME A PEPPER PASS ME A SAU 就是说把那个盐 或者把那个胡椒 递给我的时候呢 你真的要拿起来 递给那个人嘛 对不对 但是呢 那个石头 它是有轮子的 撸过去 所以你就完全 可以推过去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设计 很实用的设计 然后呢 在餐桌上呢 也因为这个呢 可以创造一些话题 这个就是享受生活啊 这个是LIFESTYLE 这个是LIFESTYLE 对 没错 Are you ready? 和我一起打开 娱乐 生活 流行 发夹子 一同开麦啦 Yeah 这是一同开麦啦 我是Michael 蒋同庆 现在是下午3点51分 在我们现场呢 是Eddie Eddie菜 那刚刚跟我们分享 很多有关这个 北欧风 Nordic OK Nordic style 或者是那个 Scandinavian style 或者呢 其实就是一种 LIFESTYLE 其实今天呢 跟Eddie聊 我才 我才发现 其实真的是 他们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一种生活的方式了 嗯 就是 如果说你的居家 办公空间不谈 他们花在居家空间的时间太多了 所以 他们居家的空间 是他们非常重视的生活重心 属于他们自己的 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 所以 所以我觉得 人们之所以会那么喜欢北欧风 都是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北欧人 他们专 用心打造出来的 嗯 他们自己 自己的 五一五二的一种 然后传递到这个世界 嗯 对 好 但是我们还是在台湾 对不对 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呢 你们也可以慢慢开始呢 就是 发展出你自己一种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态度 让你家呢 更加的属于你自己 对 更加是 你回到家真的是可以relax 真的可以去享受的一个空间 对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 因为我们人和这个空间是 一起成长 一起共生的 嗯 所以说 我们人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变化 嗯 每个阶段会会 添加一些东西啊 或减少一些东西啊 对 然后我们身处的环境也许不同 然后或者说 我们 是 每个人的 状况 状况啊 然后我们成长的背景啦 我们的教育啊 什么东西其实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空间其实是跟你一起成长的 一起 一起伴随你伴随你的需求来成长的 嗯 所以 所以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家是一个 呃 一直不需要 呃 一直需要被改变的东西 嗯 空间 要迎接任何可能的改变 对对对对 要迎接任何的可能性 对对对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保留一点弹性是非常重要的 哎呀 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对保留弹性是非常重要的 嗯 今天换一个不同的颜色 对 今天换一个不同的角度 对 沙发可能换个角度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格局 对对 对对 然后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我们也通常会介意就是 呃 呃 呃 非必要的 嗯 因为很比较传统的观念是木座 嗯 做越多越好 嗯 不见得哦 对 对 对对 对对对 你要猜的时候更可怕 对对对 哇 我想以前搬家的时候要猜一些东西 真的是蛮可怕的 你要猜的时候更可怕更可怕 所以我们通常现在都会 当然都会建议轻装修 嗯 但是但是呃 这个空间怎么营造 嗯 你要有自己的自主权 嗯 嗯 对 好还是比较呃 嗯 嗯 嗯 如果我家 我现在要做一个小改造 嗯 我希望开始有些北欧风了 对 那请问一下入门的一些呃 产品也好 或者一些物件到底有哪些咧 呃 第一个 第一个如果如果是我家 嗯 我我我我我一定 第一个先看格局 嗯 嗯 先看动线 先看需求 因为这个是最实际的东西 这个又回到刚才所说的一些瑞典的一些思想 一些lifestyle 一些概念 对对 就是你自己的 很重要的 你自己的需求 你的平常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嗯 但是这些这些我们找的设计师都可以帮我们做这些基础的规划或建议 嗯 对 那通常我会建议 我会建议其实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多看一些呃 比如说杂志啦 或图 参考一下 多多参考 多参考这些东西 会给你一些灵感 嗯 那再来就是呃 当动线呃 或者是整体的空间硬体设备规划好之后 我会建议说 好我们大件的有些东西先进去 嗯 大件的 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一定要用到的 沙发 嗯 床 嗯 餐桌 嗯 这个东西我们先进去 嗯 那我们之后 我们之后还可以 进去之后你才能感受这个空间 嗯 缺乏了什么 然后你想要 你想要多一些什么 少一些什么 或者这个颜色 什么颜色才搭配 嗯 对 所以呃 通常我们都会 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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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的建议就是 呃 一般的基本家具 先进去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慢慢体验这个空间的感受 嗯 有了这个空间的感受 你天天看你天天看 你一定会有想法 嗯 对 跟 跟家具加四七十月 也是一种缘分 所以呢 你会想要做一些小小的变化 对 对不对 嗯 所以其实今天Eddie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 其实我今天本来以为他会多一点介绍一些真实的产品 这些 没有 但Eddie这一次呢 我们要有这个新的观念 也就是呢 北欧风 北欧设计呢 其实是从一个概念 从观念开始 对 从你自己的生活态度开始 对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时间不够耶 好 没问题 对 我能够跟大家分享 其实 我能跟大家分享这个你的饮料选择吗 呃 呃 北欧设计 对 你是武康人 你看自己说的 你看我就受不了你 我们会再请Eddie再来到我们现场 那今天我们最后首歌曲送给大家呢 当然就是来自瑞典的非常经典又跨世纪的乐团天团 阿爸所带来的Thank you for the music 那接下来时间要交给Amy